網紅在信義區撒錢 然後發生了踩踏 這部分有了解嗎 要怎麼樣來防範 所以警察局有跟我回報 我們基本的立場就是 任何會影響到整個交通 以及民眾安全的活動 我們一定會要求 警察局做好各項的因應 依法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網紅搞噱頭 蹭流量的是在添一筆 IG擁有16萬粉絲的網紅 十日晚間 在北市信義區 跑撒千元大超 是逢周末前戲 撒錢活動引來大批民眾 警方獲報到場關切 連警車都被群眾包圍 現場人數一度余3000人 網紅用噴抄槍撒錢時 場面瞬間失控 多人被推及踩踏受傷 幸好味量更大傷害 目擊者則形容 簡直就像是 南韓離泰院事件翻版 網紅事後方文道歉 稱不知道會有這麼多人 以後不會再這樣發給大家了 深感抱歉 不過他仍強調 還是會繼續發錢 以其他方式規劃 不再造成社會困擾 這邊如果造成任何 踩踏的危害 甚至有受傷的話 你要不及的話 你先先被勸導過 那你現在往後走 就往左邊 就是松人路 那邊就是大馬路 往那邊走 你就可以趕開了 OK 因為我沒有騙子 我沒有騙子 我沒有騙子 然後我剛剛有騙子 那老婆放假嗎 這個不答應解決 然後還說要引法來 用這個歷史 捍衛性的權益 的立場 非常堅定 絕不動搖 而且我也絕不接受 台志光的說法 那這樣會不會覺得 他們會囂張嗎 所以我們接下來 就一切依照合約 相關規定 而且我們4月8號已經終止合約 所以這個立場不會動搖 會改變 上這個三大愛情 如果正外偶正通的情報 他會來約 克文創線的部分 就跟柯文哲來談 所以其實他不調查 所以他不知柯文哲來談 這個我們總共是 就是希望極客能 讓他自己修復 好 那之後 當然就為了 或是正方專業的機關 來進行鑑定 來進行責任 那屆時看見證結果如何 就會依照合約來進行 正方調查 會跟柯文哲來談 謝謝 謝謝 小天有勞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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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要問一下 這個弊案的問題 就是說萬大果菜市場 被藍藝人質疑說 客戶者圖利中華工程 那在檢像發包這塊 有沒有什麼新市政 那要到什麼樣的程度 才會主動請政風來查 我昨天已經說過 其實 如果市場在全市府就已經 包括規劃發包執行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外界或是議會如果有疑慮 當然我們就會來儘快釐清 但是對現在我們市府來說 最重要就是趕快來面對市場改建 這張50級 因為批發市場他是公共事業 必須要穩定大台北地區 包括魚類蔬果的供應 所以我們一定是面對問題即刻來解決 現在那個議員又質疑就南港轉運站 還有魚果市場這些 都可能有一些弊案 那會不會擔心說 後續還會不會有類似的案子爆出來 那市府這邊有沒有想過主動的行政 去清查這些一定規模以上的 重大工程的目前的狀況 我想不管是剛談到魚果市場 這剛已經跟大家做了一個說明 那現在說南港轉運站 其實都有相關的合約 所以大家關心是不是工程有延宕 只要依照合約工程有無法如期完成 都有相對於你的法則 我們就是依法依照合約相關的規定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對於任何這些案子 我想試止到哪裡 我們就處理到哪裡 所以包括大家看到的幾個案子 我們都即刻啟動政風的調查 那我覺得也應該要給 不管是政風檢調他們一個充分辦案的空間 所以該怎麼做一定怎麼做 而更重要的是我們就是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問題來一項一項解決 所以不管是大巨蛋 我們就是一年讓它完工期 包括北流爭議工程爭議款項 1.9億 我們也即刻的先停止每個月的利息 然後即刻的用電話款來支付等等 所以我想這些我們就是問題馬上解決 剛剛提到北一北流這幾個案子 民眾黨說柯文哲在幫郝龍斌插屁 那您有沒有覺得現在在幫柯文哲插屁 我說過我們上任有問題來一項要這樣解決 北流爭議款項大巨蛋即刻的完工啟用 還有接下來很多包括市場的改建等等 另外有各項不管來自各界議會的質疑 我們即刻的來啟動相關的調查 依法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所以另一方面我們包括像跟里長的座談 我們也即刻推動包括捷運環狀線 盡快的發包也都一一的發包出去 東環段還有民生系指線 我們也是非常重要的捷運建設 所以我想市府團隊就是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跟對民眾的需求即刻提出各項大的計劃 朱小平議員去檢舉國泰市場說是第四案 那你自己怎麼來看這第四案 然後也會來北市府也會來查 如果市場的改建 大家都非常的關心 那其實他在前市府就已經完成了規劃 發包以及執行 那大家會關心當時的整個決策過程 是否有問題 那這一切都可以接受民眾的檢驗 接受議會的監督 所以我們的態度就是如果有任何問題 我們就依照目前藉由的機制 該調查我們會調查 但現在市府最重要的是要即刻解決市場改建 當務之急 也就是批發市場它是公共事業 我們必須要趕快來穩定大台北地區 包括魚貨還有蔬果的供應 我想這個是以市民權為最優先的考量 現在因為我們國民黨議員也有在質疑說 除了這個20%的融機獎勵有問題之外 30%的融機移轉也有問題 好像說它這個讓精華層可以低價高賣 那市長怎麼看說這樣的融移機制是不是合理的 如果我做市長我會問我的都發局相關的專業人員 就是再給30的融移讓他來購買 會不會造成整個區域的衝擊 影響到周遭的環境 那我會尊重都發局給我的建議 市長想請教因為關於都發局 你剛有提到說在精華層案子 都發局長政府局長都有守住 那後來是那個監察委員是不是推翻了 就是好市府那時候的一些判斷 沒有我任內的時候監察委員 我剛才也講了 我任內的時候兩位監察委員調查完 經過我們回覆以後 他們給我們的回覆是 他們尊重我們當初的決定 換句話說就是當時我們堅持 融機率還是392% 而且這個他樓地板面積是一次性的獎勵 後面不可以適用 監察委員是尊重的 並沒有提出任何意義 因為上次柯文哲 前市長一次開完記者會之後 你在臉書說自己奏業自己單 那你現在還是會呼籲說他可能出來講清楚嗎 因為這中間有很多的不合理不合法的地方 我覺得他當時是主政的市長 他有必要把這些事情說清楚 講明白給所有的市民 跟外界的質疑一個交代 對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